一粒一休上路未满两个月对企业的冲击 已经是相当的明显了 工总跟商总昨天出炉的调查 显示有72.8%的企业 每年增加3%以上的人事成本 甚至有两成以上的企业 考虑将生产线外移 转单或歇业 但您看到工总早上的说明 因为物价上涨 所以将劳工面对的就是一个低工资 高物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政策 只不过这样推动下去 我想第一个受害者是老公 因为现在不只是人力成本的增加 因为有时候你要增加人力 不一定能够找到人 尤其像很多超商等等 员工都放假了 但是他又要维持24小时 那怎么办 老板去加人全部派下去 那这不是残缘之策 因为他有时候真的找不到人 那他也只好卸业了 工总秘书长蔡练生 表示一例一休 如果再不修正 势必会掀起产业外移潮 其中已出口型制造业最为严重 主要原因是政类产业以代工居多 面对国际竞争下 无力将成本转嫁给终端消费者 只能被迫将产业线转移到海外 另外国泰金融集团今天也公布调查 表示一例一休上路之后 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 每月的经常性薪资并不会有改变 一会儿 嗯 一会儿